李立群32岁女儿静旷,与黑人分手后单身至今,为闺蜜庆生心情好。 近日,李立群女儿李媛媛久违更新动态,晒出了一系列合影,为闺蜜庆祝生日。 这些照片有旧照也有近照,她这段时间剪了短发,很显然她抱着孩子的那张照片是近照。 罕见露面的她,心情很不错,抱着闺蜜的孩子笑道和不拢嘴。 现年32岁的她,皮肤仍光滑细腻,身材也很苗条,就是样子越来越像老爸李立群,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,简直一模一样。 忙着追明星梦的李媛媛,很晚才展开初恋,对象是一名黑人,比她大两岁,两人是上戏剧进修班时认识的。 去年初,她高调公开恋情,并对男友赞不绝口,称对方人品好,风趣,英俊,可爱等。 恋情曝光后,李立群很尊重女儿的选择,还说不会介入小孩的感情室,也不会催婚。 没想到才过了几天,她就在社交账号上带女儿宣布分手,她还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妙哉。 至于李媛媛本人,再也没有公开谈及过这段感情,她跟男友为何会突然分手,外界不得而知。 而分手后,她单身至今,没有再传出与哪一位异性走得比较近。